新法 昨天上路第一天 但是昨天大家还在放假 今天可以说是回到公司去上班的第一天了 高雄县卫生局开出了两张的告发单 一家是在槟榔滩 还有另外一家是超级商店了 门口都没有贴上浸烟的这个标志 结果呢 各罚了一万块 卫生局的大动作让这个槟榔滩呢 也都吓坏了 赶快要大浸烟的标志 通通给大家 这个烟品呢 也收的都看不到 就怕一个小星呢 被逮到钱已经够难赚 一万一万的罚可真的罚不起哦 烟害新法正式上路 明文规定店家跟冰狼滩 一定得贴上浸烟标志 高雄县卫生局第一天就开出两张告发单 各开罚一万元 冰狼滩他没有依照规定张贴警示图文 然后我们查获 然后跟他开出罚单 然后同时也协助他赶快把那个警示图文张贴上 冰狼滩为钱没贴上浸烟标志罚钱 超线门口没贴浸烟告示 一样罚钱 那这边境商店也是唯一规定张贴经验的标语 然后我们查获之后也是 除了宣打之外也是协助他立即改善 就是说还没有还没来得及贴啊 然后不清就是不太清楚啊 卫生局的大动作鸡查 简直让其他的冰狼滩草木结冰 就是不能买百烟品嘛 不能百烟灰缸嘛 要有一些经验的标志这样子 就这样子而已啦 而且你离空就不能抽烟这样子 不只贴金烟告示牌 甚至连烟都不敢摆在台面上 通通收的福建踪影 店家没有执行金烟新法最高开罚五万元 不管店家跟冰狼滩再怎么抱怨不方便 罚钱事大一切还是得照规矩来 中文内新闻刘一清高梦柔告诉我报道 多少 对